今天應檢察官的要求 那我們到台南地檢署以證人的身份來應訊 那現場大概有六個人 然後從前後大概兩個多小時 那我分配到我的時間大概將近四十幾分鐘 所以說那內容呢 對不起,因為檢察官有延令要求 這個檢查不公開 我總不能希望說接受訪問之後就接了下來 以泄密罪被辦 但是基本上謝謝各位的關心 那我想大概的情形 那包括我們自己那個筆錄的簽名 看筆錄還有包括徵訊的時間 我的部分大概四十幾分鐘